美国还有一个最具权威性的一个机构 他们也做了一个调查 Kerry Blue Books 就是所谓的凯莉蓝皮书 他们也公布了2019年 最佳转售价值奖的车款 竟然是这一台 Toyota的Tacoma 现场我们也来了一辆车 我们要请黄总为大家来介绍 为什么这台车是最保值的车款 说到Toyota出来 神车一出谁与争锋 可是在国外市场 我们来看 不管是Yaris Artis 我们都叫神车 连Pick Up都出现神车了 就是这一台Tacoma 所以它也是大家印象中的 它非常非常地耐用 非常耐用 它的源起是1995年的时候 推出的第一代 当初是针对北美市场来开发的 你们都知道 美国车就很粗犷 可是他们其实也喜欢 内在的沉稳 跟内敛跟质感 然后Toyota就针对这个市场进来了 再来它的车身尺寸又刚刚好 5米3 你也知道像F150是到快6米 所以尺寸很恰当 然后它的引擎像这一颗来讲 它是4000cc V6 可以做出大概236匹的马力 扭力大概37 不管省油度各方面 还有它的耐用度都非常地好 所以在市场上一直非常棒 在凯莉蓝皮书里面 在北美市场这台车 五年的身价还有62% 可是您知道吗 在台湾不得了了 这是2012年的车 新车进来台湾卖195万 冠英 你说多少钱 你说七年的话 可以卖多少钱 应该打对折吧 是啊 正常一定要这样 对 已经七年了 可是它居然还要卖120万 也就是说 别人五年我们是七年 所以我说 这不是神车是什么呢 所以是因为品牌的关系吗 对 耐用度也真的很好 像这个他们去越野 还有包括穿梭各个道路 非常地棒 而且我实际去开过 它的这个引擎 整个结构在大踩油门的时候 不会向美国车猛爆 它非常地沉稳内敛 开起来的运转性 各方面都很好 有人开了一二十万公里 也都没有毛病 我想这也是我们考虑 pick up很重要的 因为毕竟 它是必须经得起口碑的 对 所以我相信因为是口碑 再加上就是 它也符合美国市场 我们想蓝皮书里面 很多其实都是pick up 但是能拿到第一名 也代表日本人 融入美国的精神以后 真的是无可抵挡了 而且Tacoma是在 凯利蓝皮书里面 可以说是所有车种里面 最保值 综合的第一名 综合性的第一名 当然我们看到 Kelly Blue Book里面 还有其他的就各个集聚 有哪一些保值的一些车款 我们为大家特别挑选 从二十几台车当中 在台湾的汽车市场上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的 是小中大的SUV 那我们请乃哥为大家来分析一下 我们看到这一个 刚刚大家一口同声说 有的跟台湾很像 有的跟台湾不太接近 我们看 为什么凯利蓝皮书仓 会用三年后价值跟五年后价值 因为在美国买车 差不多都是用租购的方式 三年 四年 五年 大概就是一个租购的高峰期 所以它以三年 五年来抓的话 它是最符合大数据 最多数据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 HRV在台湾 也就是热销 对不对 它三年后价值58.2 跟五年后价值41 如果它在台湾的话 基本上 应该都会比这个再高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台湾好慢 它在美国因为选择更多 它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抢手 而且美国喜欢大车 对 在台湾的话 它的抢手程度一定是高于美国 但是呢 有一个又比较特别的 就是SUVARU的这个 Outback 它在台湾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SUVARU在美国 它的形象做得很好 它可能在美国 大概它有六周 几乎都是冠军 六个周 它的销售 是赢过Toyota的 真的喔 也就是说 你注意看很多 从美国回来的朋友 他们很喜欢什么 SUVARU跟Infinity 也就是说 这两个品牌 在美国 华人圈子做得 很好的一个 妥善率跟口碑 但是在台湾呢 因为它的数量没那么大 再可能在 车不是不好 可能在营销上面 有一些跟消费者 没有接地气的地方 所以它的中古车 在台湾会影响到一点点 US最近最夯的一台车 对不对 强车 一下卖光光 它在台湾的这个产值 因为都还没到 那么高的年份 但是我们认为 它会比美国的价钱更好 Makan 这一个Porsche Makan 这个价值大概 美国跟台湾 就会差不多 几乎差不多 也就是它是 这几台车中 非常保值的一台车 好 当然除了刚才 乃哥为大家介绍 这几款车 可能有一些 跟我们市场上 就是台湾市场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要请黄总 以专业的角度 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以这样子凯莉蓝皮书 给我们的这些车款当中 是不是也可以作为 台湾二手车市场的 参考价值呢 是 我想这五台车里面 这四台车里面 我们来看 以小型SUV的 这个Honda的HRV来讲 我认为它五年后的价值 在实际的市场面 一定不会是41% 我认为应该还高达 55到60% 好 那苏巴鲁 我们就不提 因为量太少了 我们来看那个UX 它这个也未免 估得太低了 37.5% 如果未来这个五年以后 有几台我就买几台 可是 王总会不会是因为 它上市的时间 就是包括连在美国 或者是其他国家 很短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 所以它 但是应该是没有 他们那么保守是不对的 因为以UX在台湾 以现在Hybrid这台车 149 价位下了这么好的 漂亮的数字 我估计 我们把它回推五年 就是现在来看 是2014年这样的年份 这个车我估计 应该还有高达60%左右 它的实际的销售的价格 那马肯就不用说了 马肯是豪华房车里面 加上跑车的所谓的神车 它的新车 大概在260万这样价位的 2015年 现在还卖到接近200 那所以它以50%来讲 2015年 对 在50%来讲 这个凯利蓝皮书 估得太低 在台湾来讲 应该也超过60%